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观光局花东重谷管理处 109年是结合了知名部落艺术家优席夫 以来自山里的礼物为题 创作设置的彩绘稻田 二级到座下来吸引了大批游客民众 来朝圣、打卡、彩绘稻田的水稻熟成 花东重谷管理处在9号 就特别办理了纵谷菜道艺术纪 丰收彩道园游会的活动 进行彩绘稻田的收割 也为纵谷菜道艺术纪大地创作活动 画下了句点 FOSTA巴西打击乐团 与原成国小森巴谷队热闹的联合开幕表演后 观光局花东重管处长郭振林 与副理乡长陈荣冲 共同点燃鞭炮 纵谷彩道艺术纪 丰收彩道园游会正式展开 109年观光局花旧转述一样三迈年发响 结合知名部落艺术家尤锡夫 以来自山里的礼物的设计图案 在东里旧站创作设置彩绘稻田 成为了年度超胜打卡热点 现在彩绘稻田的水稻熟成即将采收 许多游客民众本门到场抓住彩绘稻田最美丽的尾巴 觉得非常漂亮 那有点可惜 但是我好像明年如果可以继续有这样活动的话 我相信对各位游客们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可以来到花蕾这边游玩 感觉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个觉得蛮新奇的 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 我有一次都割完稻子 结果这看起来是还没割嘛 以优习夫设计图案的彩绘稻田 总面积约1.44公顷 从黄绿色的线条图案到成熟后 金黄红色胶织的稻田相当美丽壮观 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民众来拍照打卡 广东众馆处今天举办众谷彩道艺术季 丰收彩道员优惠 为彩绘大地农田画下据点 吸引了近千人到场清丰收 我们很难得邀请游客屋来创作这个图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分享 也让小朋友能够来跟他土地有点连结 那以这个游客屋的话来引起他们有一些创作 然后也能够对地方有一些印象 对家乡有很好的印象 今天大家一起收割彩绘稻田清丰收后 观光局华东众馆处长郭正林指出 由于彩绘稻田所用的水稻 属于观赏用的稻种 收割后的稻谷则由农耕团队做酿酒之用 未来是否还会再推广办理 众馆处则态度保守 仅表示在疫情冲击下将四年度预算而定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